前面说的都是正面的了 后面我觉得还得说点负面的 第一个负面的成吉思汗非常有野心 他说过要让青草覆盖的地方都成为我牧马之地 非常有野心 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者 没有野心是不行的 你没有野心谁跟着你干呢 你小富济安两亩第一头牛 老婆孩子要看头你就满足了 那谁跟你干呢 我跟着你我有啥前途 作为一个优秀的领导 野心是他必备素质 这个成吉思汗是非常有的 另外敏瑞尔机智 还有就是这个狠字 图成充分的展示了这一点 但成吉思汗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这是著名的毛泽东那首词 沁元春雪 这里边提到成吉思汗的地方 就是一带天教成吉思汗 只是弯弓射大雕 他已经隐晦的提出了成吉思汗的一个缺点 或者说短板 我们纵观成吉思汗的一生 他主要的成就在于征服 吞并建立庞大的帝国 但是 在建设上 他没有什么建树 建设 在破坏上 相当有建树 留下若干死成 在建设上 他没有什么建树 后来 蒙古帝国的成熟完善 是到他孙子辈的蒙古人完善的 他没有留下特别多的制度 体制 更没有文化经济方面的建设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是成吉思汗的一个短板 开拓精神有余 建设精神不足 另外 我们要提到成吉思汗晚年的一次一个失误 就是接班人的选择 我们刚才提到西征之前 成吉思汗帝接班人 据说他那个500个媳妇之一的一个提出来的 说大汉这要西征了 你老人家万一有个三长两短 将来谁接替你来领导这个草原 领导这个牧民呢 然后成吉思汗四个儿子都在场 成吉思汗就讲 说你们四个都发表发表意见 说说你们的看法 结果没等长子树翅发现 查克台第一个跳出来了 说这个树翅 他是野种 他绝对不能继承大汉 然而是这个当众侮辱他大哥 树翅也激了 要跟这个查克台单挑 史书记载是 咱俩比射箭 我要输了 我随你处置 咱俩比摔跤也行 我要输了 我怕地也永远不起来 不服咱俩现场来了 完直接俩人就拎牢领子 就要开战 就哥俩直接在成吉思汗面前要PK 好在这手下大臣木华里等人赶紧给拽开了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查克台提出 他拥护老三 沃克台几位 然后树翅也表示同意 成吉思汗又问他小儿子拖雷 拖雷也表示同意 这么着就定下来沃克台作为成吉思汗的接班人 成吉思汗去世之后 蒙古大汉是沃克台 沃克台去世之后是沃克台的长子 贵游 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 成吉思汗临终 对他征服地区的划分 是把蒙古草原留给了他小儿子拖雷 这是蒙古所谓蒙古四大汉国 查克台汉国 沃克台汉国 伊尔汉国 金帐汉国 伊尔汉国不算 这是后来的 查克台汉国是查克台的封地 沃克台汉国是沃克台的封地 金帐汉国树翅的封地 长子树翅的封地 树翅那个金帐汉国 辖区主要在今天俄罗斯 而且是俄罗斯欧洲部分 就莫斯科那边 一直过了好几百年 俄罗斯人才从蒙古人统治下独立出来的 所以金庸先生写陆顶记 那个韦小宝跟俄罗斯人谈判 韦小宝最后抓着这段历史 去磕上俄罗斯 说咱俩别谈边界问题了 你先回去跟你国王汇报 啥时候把当年我们那块地交给我们 俄罗斯那片当年不是我们的吗 蒙古人是中国人 那这是我们的 你回去跟你国王说 去沙门沙门 啥时候把那地还给我们 我现在回北京采购牛皮 我要去做一个金杖 我预备到那搭帐不去了 美小宝说的相当气人的 那当年树翅的金杖汉国 金顶搭帐 所以叫金杖汉国 辖区就包括今天 俄罗斯草原 成吉思汉对征服领域的划分 他实际上是守着我们刚才说的 蒙古人这个幼子手造制度 上面的儿子 成年一个 成家一个 分你一部分财产 你自己出去过去了 这老大是树翅 老大分得最远 你 俄罗斯那边 查台 中央 窝窝台 二泰山那边 然后他把蒙古草原本部 视为自己的家产 留给老儿子了 留给拖雷了 这个导致后来汉卫的一个争夺 这种布置虽然窝窝台是大汉 但是拖雷控制蒙古草原蒙古人的本部 拖雷的势力是相当强的 因此第三任大汉是窝窝台的儿子贵游 第四任大汉就是拖雷的长子蒙古了 成吉思汉这种安排 确立的是嫡子继承 而不是我们以前说的中原王朝那种嫡长子继承 而且接班人由大汉提名 还得要忽利尔台大会认可 盟主贵族召开忽利尔台大会 选举大可汉 得得得这个有这个程序 那么这种继承制度 就让后来大可汉的继承 有相互争夺的那么一个可能了 埋下了一个最高权力竞争的一个伏笔 这个我认为是他的一个失误 所以导致每当蒙古大汉去世 需要选举新汉的时候 内部矛盾就激化了 分成不同派系了 你拥护他他拥护他 然后一准忽利尔台大会都开不起来了 因为你要说选这个人做大汉 拥护他的人就来参加忽利尔台大会了 然后反对着统统拒绝参会 最后忽利尔台大会都开不起来了 这是成吉思汉制度上 接班人制度的一个失误 但成吉思汉自己是咋想的呢 他有一句话泄露了他的心里的真实想法 他说他对儿子们讲 天下地土宽广 河水众多 你们尽可以各自去扩大营盘 征服帮国 这话说得很含蓄很优美 但仔细体会他啥意思 你们那点出息 别盯着在这分这点家产 出去抢去 天家这么大 是不是 你出去到哪你整不来一块 你非得盯着这分吗 你有点出息吧 所以我们后来看这四大汉国 是吧 都出去蒙古本部 都到那边去扩张去了 最后导致到清吉思汉孙子辈 蒙古人控制区 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 一个政权 有人做过估计 蒙古人鼎盛时期的控制区 大概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 我们今天960万嘛 当年他蒙古人控制区 大概超过2200万平方公里 但这种急剩 马上就带来了内部分裂 后来那四大汉国 这边是到成吉思汉的孙子忽必烈 建立元朝 这边是元朝 那边是四大汉国 元朝和四大汉国之间 实际就没有一个很强的隶属关系了 虽然都是蒙古人的国家 分裂了 独立发展 这个根源 我觉得是成吉思汉的继承人制度 没有搞明白 这个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当然也是深远的 如果成吉思汉当年 把这个继承制度搞明白 他的子孙不分裂 这2200公里 是今天一个国家 那今天这世界格局会啥样子 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 当然历史不允许假设 我们站在今天的角度 去评价这个伟人 我们还能指指点点说他有什么失误 这个那个 但是 如果把我们穿越到成吉思汉那个时代 去取代他 我相信我们不会比他做得更好 因为我们前面讲的成吉思汉身上这些美好的素质 好像我们不怎么具备吧 如果想有成吉思汉那样的事业 先学习具备成吉思汉这样的素质吧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